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一下胎壓的問題 我常在FB上看到 有人在問這是什麼符號 這是胎壓偵測器 在2016年上市的新車 政府規定所有的車子都要加裝胎壓偵測器 才能夠販賣 所以車商就加裝了一個非常陽春的胎壓偵測器 來應付法規 因為早期的胎壓偵測器都是高級進口車才會有 所以我對胎壓偵測器這東西其實沒什麼興趣 因為非常昂貴 只要有打寶就好 而且我還是用打氣筒打氣 別看這小小一隻 還是可以打寶 但在準備買新車前 我看遍了所有的試駕影片 只有購車制的家維 會在影片中討論 胎壓要打多少才會達到最棒的舒適度 我們現在前後胎壓前面大概是33PSI 後面是31 這是原廠建議我們的 之前在公辦試車他們好像打到34的輪胎壓 熱起來都已經到37區了 所以後面會比較跳一點 但是現在前面33後面31喔 前面完全沒有問題 只有輪胎噪音而已 但是後面我覺得還是有一點跳 不過你的胎壓不能打太低 太低的話其實是不對的 31我覺得有點偏低的 看完才知道胎壓也很重要 也強烈建議一定要加裝一個有數位顯示的胎壓表 比較方便了解所有的胎壓各平均值是多少 所有在討論的胎壓都是在說人胎壓 也就是在未開車行駛前的胎壓 但要打多少胎壓呢 這在車主手冊 和駕駛座門邊都可以看到原廠的建議值 那以RAV4的建議值來說 前後都是33PSI 我的建議是在夏天可以打到前34 後33PSI 大概可以上升到2到3度 最後熱胎壓可以打到前37 後36PSI 如果你是打氮氣 熱胎壓上升的速度會比較慢一點 只會上升1到2度 但在冬天氣溫比較低 建議值是打在前36 後35PSI 為何要打那麼高呢 因為寒流一來 受冷空氣的影響 胎壓也會自動的下降 1到2度 如果你的車子都常常停在路邊 打高一點 才不會一上車胎壓偵測器就亮燈 尤其一大早看到 胎壓偵測器一亮燈會讓家以為漏風 心情會很差 所以我建議在家要自己打氣 也最好有數位顯示功能 這樣才可以和你車上的顯示是一樣的 誤差會比較少 像我個人現在還是用腳踏的打氣 只要腳踏八下 就是上升1度PSI 蠻方便也好收藏 但你也可以買電動的打氣的 只是說常常要收電線插頭 久了就讓人家很懶得去收也很麻煩 所以看個人喜好啦 沒有一定 那影片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和分享 謝謝 掰掰